杭州的邓先生反映说 他出门去买菜 结果踩到了一个破损的井盖 一条腿掉了下去 这个井盖靠近于杭区 前村街和联合路交叉口 在人行道转角处 邓先生说 7月3号早上 他从前村街的另一侧穿过来 经过这里时没怎么注意 从观看线过来 我从来到菜上去买菜 然后一个椒踩到中间这里 然后滑下去了 很深 就下去了 磕头七盖了 井盖分成两块 一大一小 小的有三个脚破损 大的有两个脚破损 邓先生说 出事的时候 大的这块井盖 两个破损的脚是朝内的 出事后 有人把这块盖子掉了个方向 两个破损的脚朝外放了 记得上脚踩了踩 两块盖子都不牢固 马路对面是崇贤中学 中午有不少学生从这里经过 旁边是一排商铺 来往行人也不少 如果不及时维修 安全隐患的确很大 其实检查没检查到位 然后你坏了也没放个标志 刚好在斑马县这里经过 邓先生右侧膝盖手伤 到医院缝了两针 现场还包着纱布 走起路来比较吃力 邓先生说 如果锦盖的主管单位做好维护工作 他也就不会跌落下去 锦盖上写着水表两个字 人行道旁边是中上橄榄树花园小区 邓先生先后找了小区物业和水务公司 来到橄榄树花园小区的物业 记者打电话过去 对方一直没有接 记者又和邓先生找到了 渔航水务重闲营业厅 工作人员调出了一张照片 说他们管辖的水表井盖是绿色的 后来记者和邓先生找到了重闲社区 我们社区已经安排了 已经到实际去照片干什么东西 已经发考 我们这边也跟这个街道这边 已经反馈这个事情 社区工作人员说 街道正在调查锦盖的具体管理部门 有明确结果后会跟邓先生联系 1818红金眼记者报道